张化园林有一个救护车为了开进了医院上演了恐怖的倒车技 他先是直冲对象的车道 然后再把库倒车突然又开回到了原车道 这一个紧急刹车后面的两部轿车跟一部的机车差一点撞了上去 精神的一瞬间民众直呼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远远开来一台救护车突然冲向对面车道 又马上绕回原车道 一个紧急刹车后面来车吓了好大一跳 只好紧急闪边 这时救护车老神在在的在大马路上倒车路库 再看一次这个惊险的画面 速度不慢的救护车跨越双黄线挡住后方来车 只是闪灯没有鸣笛 是不是再有病患没人知道 他跑到我的跑道那里 然后就面向我然后差点出意外 救护车夸张行驶 仔细看先是冲到对象又绕回去 后面的黑色轿车差点撞上去 接着倒车进医院 又差点和机车相撞 骑士只好绕一个圈 闪过救护车 相当危险 救护车为了要经过病人 跟病人那个 那个抢救的黄金时间 就是黄金三秒钟 你就是很紧急 你要不让 那都很难去取得平衡 救护车救人第一 但还是要注意安全 像这样的违规行为 不仅影响诱怒人 也是拿车上病患的生命 在开玩笑 中文新委陈萌辉 彰化采访报道